你 哈喽所有女生大家好 我是李佳琪 哈喽我是汪王 欢迎大家来到所有女生的 OFA 好我们今天呢 有请到了第一位品牌 就是我们非常喜欢的 采装品牌 那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老板的到来吧 好呀 哈喽 哈喽 哇好美 太漂亮了吧 欢迎老板 欢迎老板 我给你带礼物 谢谢 你看一下 是的 是的 你看一下 你要跟我画饼杯 对 是不是 放过我们吧 哈哈 放过我们吧 不可能 好可爱哦 对上面都有那个字 是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老板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3C的Betty 欢迎欢迎 老板请坐 谢谢 所以老板为什么这一次会选择所有女生的OFA2 因为我真的很希望可以透过佳琪帮我们把这种美丽的这种力量然后让每个人都更漂亮更有自信 哇哦期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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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老板刚刚还配了一个粉色的包包 对 所以这个是 这是我们的赠品 哇 Oh my 我以为是时装线的主品哎 而且里面可以装非常多的东西 今天我用的眼影盘 给你们看一下老板用的眼影盘 都已经快到铁皮了 哦 但我是比较黄皮黑皮的 是 这个粉色对我来讲很OK 就不会因为它会比较的偏亮一些些 还有我们的夹子 夹子 这个很火 火到爆炸 我今天超开心可以见到汪汪 因为我儿子超喜欢你的 真的吗 他就跟我说妈咪晚上不要再听那个哥哥跟姐姐讲话了 不要再买我们会没有钱 所以我今天特地看到你的妆这么精致 我想说把3C的一滴类帮你加一点点 可以 来来来 这个很搞笑 对 因为我觉得加一点那个在眉头的地方 眼头 对 眼头 对 眼头 更加咛咛咛 对 加一眼睛的手 好看 谢谢老板 所以老板是不是每天上班都很累 又要把自己捣食很久 没有 其实我觉得你只要是把这件事情 就是熟练了以后 其实我出门真的5到10分钟就搞定了 然后我儿子每次说你只要有把妆化好 穿上高跟鞋 妈妈就有超能力 哇 这种话应该听起来特别特别的开心 我妈妈以前就是是完全不会化妆 而且妈妈是从慢慢从学会开始化口红 然后到学会开始化眉毛 然后再开始打底妆 然后她现在整个非常厉害 就是每天早上起床了之后 先是护肤 然后用仪器 然后敷面膜 然后再开始化妆 然后底妆 眼妆 眼影 眼线 她现在全部都会化 一年平一年轻 然后我会说 她说化妆会让她自己感觉整个变年轻 对的 就是她那个心态 包括她那个状态 都变得非常非常的有魅力 对 所以我觉得女生一定要尝试一下彩妆 对的 对的 所以我就很希望可以把这种力量带给每一个人 就希望可以给所有女生 然后我们也希望我们今天的offer呢 是一个意料之外 但是情理之中的一个 哦哦哦 老板太会说话了 情理之中就感觉说李嘉倩不要给我再压了 嗯 好了那老板你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我们就正式进入到所有女生的offer 3C的谈判环节 首先呢就是要给大家介绍的当然是我们的镇店之宝 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啊九宫格眼影盘了 首当其冲的要给大家推荐这一款 我们双十一马上要上市的零蛇盘 它整个是一个低饱和度的粉集中的一个眼影盘 所以它其实特别的日常 而且新手友好 所以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的妹妹 都可以冲的 集中盘其实已经不用我再多讲了 它是我们的初代网红 一直红到现在 如果你又是就是比较潮流 比较fashion的小姐姐的话呢 那不得不给大家介绍今年就是大火的粉紫色系 那芋泥盘可以带给你非常清嫩的百开水妆容 还有我们的腌粉盘就是妥妥的女团装了 都是非常非常好看 而且我们的腌粉盘还有我们的限定版 都是小猫 非常的可爱 好的 欢迎大家回来 那今天其实是我们第一场的国际彩妆的 offer的环节 所以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特别的喜欢的品牌 而且是我们的老朋友3C 哇哦 这次三位老板们到来 欢迎大家 老板介绍一下另外一小伙伴吧 这是我们的Vincent 是我的销售总监 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那个Michelle 是我们的行销总监 对 大家要找offer的话 应该是要找男生对不对 对 批价格的话找老板 他他是我们第一关 反正你你没过他不行 过不了我这里应该就是过不了 哦 好 那我们来看PPT吧 我们今天第一个想谈的品 是我们的九宫格言影盘 好可爱的包装呀 你喜欢就好 今年的双十一 我们的九宫格 买一盘是一百九十九元 会送一个单头眼影刷 和一个正装的水光唇釉 买两盘三百五十八 再加赠正装的双色修容和 3CE发夹 消费者等于买两盘的这个眼影盘 得到了四个正装 3CE第一次把新品拿来做赠品 而且是正装 对的 怎么办 我觉得3CE今年的成绩还蛮大的 所以会参加天猫的津贴吗 不会 我想先问第一个问题是有多少货量 我可以给佳琪一个量化的数字啊 代表什么代表相当于佳琪 你曾经卖掉的所有九宫格眼影的总和 所有眼影的总和我今天卖的只有多差 哈哈哈哈 但确实你曾经卖的眼影中大多数也是我们 我们的眼影 所以在眼影这个品类上佳琪 你可以跟我们一起突破 创造一个新的记录对的 所以刚刚老板的包包应该也是有的吧 是对下一个产品的 那我可不可以换下赠品了 把夹子挪到下一个品 然后上一个品 这个品放包包 到下个品的时候就不会做这个决定了 哦真的吗 是的 那我觉得先把这个品谈完吧 老板我觉得这样子我不是一个很狠心的人 也不是一个就是那种只会砍价的人 我就从专业角度上说 我觉得我只需要在单盘上去持平 194的价格 我可以提要求吗 我可以提要求吗 可以啊 卑微的小手 可以给我9点钟热门位10分钟吗 24号 不是 那我们也有条件吗 嗯 对吧 咱们先开个小会 哎 品牌帮还有开小会 哈哈哈 128都是没参加的 对的 刚才说不我觉得 满减好 嗯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方案 我们这次都为了所有女生而去考虑 然后如果这一个单品不参加跨点满减的话 消费者一定会在社交媒体上去说哎 为什么3c电影盘不参加跨点满减 对其他都有其他都有所以这个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我 觉得 一件 189持平618的价格 两件的到手价 我觉得我这个价格有惊喜 但是且合理 328块钱 嗯 双剑 啊 哈 我们要讨论一下是 我也打个电话吧 好 哈哈 喂老板 江湖救急 好的行好了那我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们回来啦 先听老板吧啊 我们的需求就是 你可以在7点后就开我链接 但是我9点钟的热门为10分钟不放松 我可以给到你买两盘 参加今天 刚刚我也申请了一下 请示了我们的老板宋总那边 我们在24号我第一个可以给你的附加权益 8点半到9点半中间的10分钟 嗯 我们希望可以做一个沉浸式的彩妆小课 来把我们3C的美学以及我们的妆容 嗯 代表性的东西全部在 那10分钟里面讲解透彻 嗯 主重于在眼部 他就是真的很很真诚 他真的有帮我想说怎么帮忙种草 怎么样让每个女生能够更漂亮 然后也顾及到品牌的形象 我们是否可以给你们的权益 第二个复杂权益在 当天晚上7点半开始挂链接讲解3C的眼影 第三个 还有第三个 专业的谈判吗 我们也是非常专业的公司啊 好好好 就第三个你们想要的热门位确实是 10分钟的时间有点长 如果我们在8点钟准时开没有卖完的情况下 我可以在10点钟左右帮你们返场的同时挂5分钟的热门位 好 还有第4点吗 第4点送我的肖上授权 哈哈哈哈 想要听要不想要算了 要 成交 谢谢老板 哈哈哈真的 我都会唱 这 offer 超好 来吧我们下一个抓紧时间抓紧时间 那我们的 offer 是买我们的当家唇佑买一只95元 送爱心水杯 来 市场不上水杯 这个之前有一个蓝色的 全新的 送爆的 这次粉色是不是 天哪 买两只165 送毛绒叶下包 睫毛 睫毛甲和水杯 站在女生的角度上可能会觉得说他们更想要就是品牌的主品 就我直接可以算出价值感 是 而且在 gwp 上又额外的增加了一个正装 gwp 粉丝会非常疯狂 而且这个包包跟这个杯子太好看了 因为大家会对比去年双11 那如果你两只装拿出来主要去年双11有的有 让我们额外再送这么好看的水杯和这么有质感的包包 我要再送一个这个 粉丝说真的3C今年太有诚意了 这个可能要稍微解释一下 我们去年的价格是津贴后的 是 但是你知道就是要叫 交费者津贴请跟津贴后的那些 就规则的东西他们就是有点搞不懂 就觉得麻烦 他真的好会拿捏 我们让那个我们场外的团队先盘一下货 然后我再看一看我们还有什么可以 可以谈 两分钟后见 我是觉得 来了 所以是好消息吧 对 但是呢 我们有两点 第一点叫做现在倡导理性消费 是 快乐购物 去年的双11我们其实上了两个链接 这次呢我们把两个链接合并了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好的主意 对 而且你们也可以省一个 不要说的这么直白嘛 当然 然后还有第二点就刚刚佳琪提到了 在这个津贴前的价格非常难以沟通 我们决定这样子可不可以 我们砍掉买一的鸡翅 我们新增买三的鸡翅 因为买三只直接触发平台津贴 买三只一共只要 圆 我再加赠你一只正装口红 相当于加价够只要出 带走两个正装 你不能拒绝 哇哇玩这么大 这个购物出来 三四一谁不买啊 失联的姐妹全部联系上一只银翅 真的 请示女孩每个人喷脸拼两单 都会拼的 价格就是这么顶吗 我觉得可以 第三个 SKU 木色是你推爆的吗 你很熟悉的 然后送苦咖色你也很熟悉了 对买一只104 买两只198 送手持镜和一只正装的四龙唇佑 为什么四色眼影不送了 有一些那个生产货的问题 我们有一个机制是真的很希望你可以狂冲的 我奶奶的双十一生日的 我爸也是 他本来也是 我老爸也是 11月11号 对 那一天我会祝你生日快乐 哈哈哈哈 然后我们在双十一给你唱歌 祝爸爸和奶奶 生日快乐 祝3C家族生日快乐 祝3C家族生日快乐 你谢谢姐姐 Betty姐我要那种特别炸的 如果 150呢 两只 也没有购物负担 要不你来 你让所有女生看一下你的威力 就是佳琪觉得如果可以给到这个价格的话 你有信心吗 全部 她非常有信心可以全部受庆 我价格我也能懂 其实还好了 你说 129块钱两只 啊 没有我都不用暗自担气 我都要拒绝这个价格 没有我开玩笑的 我说的是139两只 69块五一只 因为150是我的底价 我看看我还可以给她什么权用 真的3C是我味道的唯一一个品牌谈判能力这么强的 没有我们真的是诚意啊 谈到我了 我们是诚意我们就真的不会谈我们就有诚意而已 综合一下吧 我退一步你进一步 那就139 嗯我们七点钟先挂 让她跑出来 如果瘦完我们就后面不讲了 ok 如果卖的不是很好我们后面再帮大家做一次讲解然后模特过一点试色 好 好的谢谢老板 好谢谢 我第一次谈饭谈到我后面留一辈的嗨真的 来Betty姐我们签字你看一看哦 好的 是是是 是是是 对 加油来创个进入 3 2 1 3 2 1 哇成功 成功 3C所有女生的over 成功 好 哈喽老板欢迎 哈喽哈喽 哈喽 看到我们带的花走进来了 谢谢 谢谢 亲手配的 哇很好看 哎 所以为什么会给我白色 因为我觉得你在我心中的样子就是这样 全结然后又关心 天使 哈哈哈哈 你不要再跟我开玩笑了 哈哈哈哈 我今天看到他们两个觉得 比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你想象中是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么成功的品牌 老板们应该是玉力比较的多 但是两位都很年轻的样子 因为我们用了法国克兰林 哈哈哈哈 对我很好奇 我觉得平时你们的工作应该很忙吧 就是这种小众黑马品牌 应该整个状态都是 一直要往前冲的状态 特别是现在又要储备双十一 是 都是非常非常忙的 日夜颠倒 日夜颠倒 对对 那怎么样去平衡工作跟生活呢 对于工作来讲的话 我觉得它是一个阶段 当到了这个年纪以后 你知道有所取捨 你一定要找到你生活中的兴趣点 我会去擦擦花 去健身 这一些东西它会反补你的精力 然后会让你的工作状态也变得更好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平衡的一个点吧 其实这个也跟我们克兰林的用户很一样 因为只有你的生活得到了滋养了之后 其实你的工作应该也能够得到 更好的这种鼓舞和动力 对 就是它 我们俩就是那种强度非常强 而且工作是没有办法缺舍 而且没有办法停下来 因为我很喜欢跟别人交流 因为我觉得交流的过程 也是一个吸收的过程 是 特别像是我们这种小众的这种品牌 其实在中国的这个发展 其实也需要很多来自用户的声音 没错 你和温旺经常给了我们很多这样的气巴和灵感 我觉得只要是我用过的产品和我接触过的产品 它是有自己的品牌调性和品牌故事 以及传递给大家的是一种新的方式 明白 我觉得它都可以有机会被大家认识 那第二个大家用过了之后 觉得真的很好用 那就是认可 我觉得小众品牌最难的一件事情 就是从认知 然后到认可这个品牌 但是不能就是说一味地打价格 对 或者一味地打广告 还是要有产品力本身的强实力 对 所以我觉得克兰黎有到这几个点的必要因素 感谢 感谢佳琪和汪汪的认可 我觉得说了这么多 大家应该很感兴趣 这个品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单品 有这么神奇的点 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所有女士的offer2 克兰黎的offer 通 来吧 今天很高兴能为大家分享 Galani 法国克兰黎的两款王牌产品 首先是来自我们科技护肤线的抗氧一号维希精华 20%原型活维希 独立赤抛 钻研透皮吸收黑科技 一夜换量 同时还有我们奢养护肤线的雪藻精华 欧洲畅销多年的王牌产品 第三代全新升级 蕴含雪藻泰能量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克兰黎的所有女士的offer的谈判环节 所以三位老板们准备好了吗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这是我们的VC大单品 这是我们的包款 去年双十一 差不多是五折 然后今年一样的给出同样的给逆的机制 就是等量赠送再减缺 直接上来到底 我今年双十一的备货量是 对 我们经历了618全王抢不到 对 老板们稍微让我算一下 你们也稍微讨论一下 好的 好的 618是2400但是是一秒没 对吧 这个话是生意额要增长 对 对 但是其实你很难评估你如果618货多能卖多少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那再往上抬了 对 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从618的双十一是两个最早 因为双十一是两个最早 因为双十一是两个最早 对 好的 老板 我有一个想法 首先因为我们在618的时候是处于没货的情况下 是买了2400万 对 我们都是按在618的基础上来推算 双十一大概我们可以完成多少的生意体量 嗯嗯 你背的或是 但是这个对于我来说是 翻 嗯 我就不太敢去 觉得我翻 这个量是一定可以完成的 我觉得我非常有自信的事情是我们的产品 像维希的精华有很多 但是我们是粉状精华里面 现在目前来看跑的是比较好的 在618至今 我们在各个媒体上面有更多的用户的这些UGG的反馈 所以现在不管是从复购来看 以及说连带的效果来看 都是不错的 所以这个板块我们是比较有信心的 另外还有一个点呢 是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空运过来的 这个是我们品牌现在为了保持这个鲜活性 在供应链上绝对的优势 但其实我们是提前把所有的货量优先给到了佳期 这是我们品牌非常大的一个诚意 了解了解 但是我觉得现实活中 小众品牌就是容易被顾客所冷担对待的 所以我们要把握到这一次双十一 在一个大考当中如何考到前几名 其实就相当于品牌的一次实态 我真的有给到 然后我也相信佳琪刚刚跟我分享了那么多 然后那我们也必须是要有诚意的 所以今年 对 不好意思 我先自己 先自我妥协 今年的新品 我觉得有必要让我们喜欢VC的用户 也去进行尝试 所以在这个机制上面 我会再加 试溜的雪藻的这个片状的小样的精华 试妆片状的小样精华 试妆片状的小样精华 那已经接近一个五毫升的量量 我们的是没有两个单独片的 我们是一个设计里面是两片的 不是单独一片的 这个价格已经相当于 正都中了一盒为C 说出去的话 首先我觉得一千五百八十块钱 二十四送二十四组再加四个 对 是个雪片状的 不是 我说四组同款精华 就相当于买二十四送二十八 这个购买出来我们应该可以冲到 有的生意 今年六二八的时间的情况下提前一个小时帮你播 流量最大的那个时候狂抢这个资源位 但是我现在就给你这个欧给你这个权益 说实话在跟法国的团队同事真的反复的开了非常非常多的会 当时我们的底线就是说一定不能突破的事情就是买赠送赠这个事情 老板们我再给你们一个信心吧 我们是不是可以三组装我们是七十二支送七十二支再加九支 然后我们是否可以把这个给到贵妇姐姐搭配我们的雪藻精华一起使用 其实我自己的用法是什么 是洗完脸了之后我是泼上任何的水 就直接你们的VC精华打底 然后再吸收完了之后上雪藻精华再上雪藻面霜 下天那个皮肤的浮感就是真的炸裂 我们再加两个十毛再加两个五毛把它变成一支震装量 就相当于我们拿到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震装 再加九支会卖爆炸 我们我相信很多女生会直接冲四千二百吧 我的天哪 对精华 我们就买单送单才不行 让他们把这个心智打强 把老顾客的忠诚度变高 的同时再把流量池变大 再说出一点 他们吃这一套我感觉 我们刚刚的法国的同时就一直跟我们强调的事情是一定不能突破症状的量一定不能突破 我突破完回去我可能都都回不了家了真的 但是如果是这个大的套组首先在VC这个事情上面我愿意去做突破 原来是送七十二支 然后我再加上三乘三组就九组的量 然后在雪藻的上面的话三乘以五毛 雪藻不能送了 不能雪藻不能送了 因为你那个地方你看我不过来 可以送 我觉得这样子就是大套组加四毫升雪藻 然后单单品机制24送24 我给你加一个五六的雪藻 这个会影响到雪藻到时候出量 我会经常用别的品牌的购买来压制另外一个品牌的购买 老板就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精华的厮杀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而且这一次他们其实购买的力度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就是三件套赠送三个主品正装 这种价值感大家才会疯狂去抢购 我觉得是这样子 我们沟通了一下买贵妇装的就是4680的这个组 买72送72 然后再送9 然后再送半瓶的雪藻量 这个我们先量五千套 你觉得不可以 送两个10米不行吗 不行 两个10米没有那么多量 但我想提醒大家回到一组再去看一看 那对于像我们普通女生来说 大家想要触及到非常好用的VC 其实往往会下单的是单组 对单组上我们能不能再发发力 把三组加上来 我觉得很难 那怎么办 有没有什么退路 退路就是 购买失败 最后五分钟是不是 不然就购买失败 电话给我吧 要打电话是不是 对电话给我吧 稍微再等一等他们 他们要打个电话给法国 老头发 老头发 就已经再也不爱插花了 好了 最后敲定 然后首先第一个单组 买24 送24 加3 减20 好 超棒 超棒 然后贵父套组 因为本身已经是72 送72很多了 我给你送一个全新精华的正装量 然后用2×10 再2.5秒 等我一下 我觉得可能我会选你的第一个方案 72加81 再加15就OK了 可以 限量5000套 就这样子 我已经毙了 我已经不想算了 谢谢你 太开心了 我完全没有想到你们可以答应 我跟你说 我们两个就是4680的客户 我妈也是4680的客户 三套绝对卖掉 进马 超 来吧 谢谢 我也没有想过我会上头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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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兰林所有女生的奥克尔 成功 酒香也怕巷子生 然后我觉得我们的机制首先给佳琪信心 那么佳琪才会在 不管是我们的产品是什么样的品牌啊 以及我们是一个法国制药精神 然后以及植物学原理 然后以及皮尔法博等等之类的这样子的信息 我觉得它才更好的去向消费者去推出我们这一个小众的而又特殊的然后又对所有女生来说应该是非常保障的品牌 好期待哦 下一个品牌 费洛佳 因为我觉得费洛佳这个品牌每一次在大搜搜搜搜都很支持我们 但你忘了就618的时候 他们家眼霜加构倒数我 我觉得这一次可以让他有一点冲击 你敢在老板的面前说这句话吗 我不敢你说 所以我告诉你 但是他们家今天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就是他们家的费洛佳粉品精华 那个计划真的绝了 要跟老板好好谈的那个单品 来喽 来喽 嗨 老板好老板好 真的很像 真的很像 真的很像什么 小叔 对了 真的 感觉见到了我自己的老板 那我们有请我们美万的大老板 老板 老板我们七叔给大家发福利 就是美万背后的男人 李嘉乔伯介背后的男人 老板好老板 第一次见面 谢谢 这给你 哇 产品花 都是真的 粉色的花 为什么这么选择呢 因为年轻 而且我们现在产品也是粉色 所以今年就是我们主打就是粉色 是的 收下 让我们的菲洛佳今年粉粉嫩嫩的 谢谢 老板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菲洛佳徐斌 欢迎老板 欢迎老板 这个很简洁 不是他会再说 我是菲洛佳 是不是 所以老板你是中国区的负责人对吧 对的 所以今天所有的提供 你都可以直接拍板的 应该是 好 刚刚老板一直在说 他送我花就觉得说 不要弄年轻的感觉 所以才所雷素粉色的花 对 所以老板你怎么样看待年轻 对于我们来的理解呢 从里面是年轻的 但是外面更要年轻 然后呢 年轻呢 尤其是现在可以用科技 对 来打造 是 这也是菲洛佳现在用科技 打造年轻的一个理念 是 因为像很多的国际品牌 都会有自己的专利成分 或者专利技术 其实菲洛佳也是国际品牌 但是他们的专利技术 其实运用在各个领域 并不是只局限于在我们的美妆行业 对 我们有很多的美容行业的产品 是 中国消费者其实发现了很大的改变 是 从可能以前是感性的一个消费 到现在比较慢慢慢慢偏向于理性的一个消费 那你觉得菲洛佳如何在让肌肤年轻化的赛道上 有什么他的硬实力 或者有什么你们更厉害的一些举动吗 我觉得主要是科技了 科技 大家都在变化 其实追求的还是一个效果 是 我们一直致力于科技的一个发展 所以说在产品的一个研发上面 科技是我们主要主打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回答的非常好 对的对的 让我觉得一个很不可思论的事情就是 包括现在很多 有能够发生的一些QL 包括一些明星也好 他们可能会在介绍产品的时候说 这个就是这个的品替 这个产品就是可以达到这样一样的效果 他可能只知道这个成分的名字 他的学名可能一样 但是提取的方式 但是他的提取的方式 他的技术的方式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没错 所以我觉得刚刚老板回答的就是我想要听到的答案 就是当一个东西都是一样的程度起步的时候 然后他最终达到的效果还是要靠中间的无论是品牌力 无论是研发 还是他的科技技术 才是附加于这个品牌更多的一个价值 对 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所谓的评替 而只是你没有试到这个产品更优质和背后的一些故事 没错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 对谢谢 所以让我们今天所有女生的全面 来让所有女生们重新认识一下 费洛家的技术壁垒 好的 因为这次的小粉瓶 正就是一个技术壁垒上的突破 对 真的超好用 这瓶精华你们一定要拥有 好了 那我觉得话不多说 把这个小悬念留在大家所有女生的offer环节 老板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那我们就开始 所有女生的offer抬盘环节 好的 欢迎回到我们的所有女生的offer 好的 许总我们介绍一下两位美眉吧 好的 这是我们电商总监顾红 你好 通路经理 所有的这个渠道都是她来做offer 哇哦 虽然offer能不能不下来就靠你了 这间压力有点大了 那我们第一个产品是 首先也是带来了我们的十全大补面膜 所以我没有看错是 这边是主品 这边是赠品 对的 是的 好 我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备了多少货 你想要多少货 哈哈哈 完了 第一个米白直接说你想要多少货 我就给你多少货 那么感觉 我们六八八卖了三千多万 我们是否可以稍微挑战一下 费洛加 一个单屏链接单屏链接在十全大补涂抹实面膜上 第一个单品 十拳大抹 涂抹式面膜上 你说完这句话我特别心动 你有微上头了没 对啊我是有点上头 就是我确实 这个市场是有机会 让涂抹式面膜单品 我觉得这个机会不是十拳大抹 是谁呢 是啊是谁呢 挑战一下算一算 今年的付款就是同品买正 买正装送正装 再送一个正装 绝对 我就起来鼓掌 对 然后我们整个就直播的时候 嗨到爆炸 我们是希望买正装送正装 然后我们是送两个中样 两个中样是30毫升 也就是说两个中样 其实是等于一个60毫升 超过了一个正装的量 换成正装我只要买一送二 10毫升你们可以盖到我的水光瓶里面去 水光瓶的客人可能是没有用过涂抹式面膜的 所以他们在用水光瓶就用了涂抹式面膜 他也可以成为下一个涂抹式面膜的机会客人 买一送二不可能的呀 其实你就直接跟佳琪说老板你可以直接跟我说的 对 我就是李佳琪 这样子我们先聊点给你的东西好不好 我们觉得今年双十一需要有一件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这个 它是一个 这个是我们跟阿里做的一个独家的IP 那这个IP本来我们是放到9月10月11月去做这个超频日的 后来我们就决定给到佳琪直播剑 所有的货有多少 现在加上法国的库存 然后加上香港的库存一共是十万支 十万支 之前说的是买这个送这个 然后这样的话它是一共几万组 十万组 十万组的话也没多少钱就三千九百万 是的是不是真好 所以你刚刚一上来说我们就突然就被你惊喜到了 但是没有货这个梦就醒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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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那是好像满意松啊的车会让他们的粉牌的变得很不弱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加一只三十五号手啊 啊我再再加十分一下再看一下 你们俩是不是有毛病啊 你到底是哪边的 但是你们俩真的很夸张啊 可是很好啊 就是这个活动做很好 哈哈哈 老板就是我觉得刚刚我的那个要求确实有点小过分 我们可以比如说十万组是有一个皮卡丘限量 后面的组是全部都是白色平的 是的 你有多少货 我盘了一下 我最多只有十二万 我双十一之后购买欲已经下降了非常厉害了 我可以等你两个月 我年后节再来一次费洛加的反场吗 这样多好 所以年后节你会给我反场是吗 年后节我可以帮你再播一次啊 等你有货了之后吗 我可以帮你再播一次啊 我可以等你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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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饱能全卖完吗 我卖完卖不完 我第二天挂链接不收你的钱 再卖一遍 我尽力全卖完的是还有条件的 那先聊聊条件 行 我觉得就是刚刚我说了 我买一送两个正装 因为这个会影响你品牌的调性 那是否我们可以这次玩大一点点 我们再加一只三十米进去 买五十米送 对一百四十米 一百四十米 绝了 我可以说买一送三的量了 差不多 老板真的绝了这个 所以就只能这样了 我们 M 买一个送一个这个 然后再拿一个对对吧 哇 谢谢许子欧 这个只能这样 太给了 谢谢你 我往一直说 不可能 他们不可能答应的 你太疯了 真的不可能 我当时是因为目标 真是聊上头了 哈哈哈 对 聊上头了 即使做了三千万 我也给你这个 谢谢 谢谢 反正记录着呢 我把存档给你 好 哈哈 哈哈 来 我们下一个品 水光瓶 老板 这个大家都知道是新品了 姐姐你要不你介绍一下 要不我介绍吧 哈哈哈哈 哈哈 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NCF 而且浓度特别高 能够通过涂抹的方式 让肌肤变得淡化皱纹 增加肌肤几细度 以及极 一身光泽感的涂抹水光精华 好 我已经这样完了 我们来看二本吧 五百五十九 几个吗 三个就没了 六二八都给我看一下 这个就是六二八机制 六八 别 别 别这样搁 哈哈哈 就是就这样子啊 就是我们在今年的时候 就是我们是想给到 我们所有的家屈女孩 干干净净的产品线 是 然后可以知道说 我们这个产品 涂抹是水光 它是15毫升的一个妙数 它基本也就是我们 十天左右的一个量 那我们其实这次 也是诚心识意的是说 把我们这个单品 就直接加到了说 买一 赠一 让它的量可以加到 我们的二十天 送五个 就是买一 赠一的量 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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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十个 就三十毫升 我觉得非常合理 对不对 因为你们的客戴价 其实不便宜 五百五十只有一瓶精华 那你刚刚介绍的 这是高浓缩的15毫升 是要不然我就放到30毫升了 就我希望女生们可以不要因为毫升数 而去放弃一个这么好的 精华产品 不是说只是买一瓶 用完了觉得哇效果好好 但是买第二瓶都觉得哇好贵 那我觉得一个精华产品在 女生的话状态上待多长时间 他可以养成一个非常强绑定数 离不开的那种关系 二十八天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要让护肤品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非常合理 买一瓶送十小瓶 但是这个三十是不太靠谱了 三十天跟我的产品根本就不不不相关了 十天 二十天效果更好三十天 大家满意的效果 然后一直稳住 我们十天就能稳住了 那十天稳住了之后后面二十天不用就又垮下来了 我觉得确实好像我刚刚有点太过分 那我们就 七瓶 六瓶 又这样的吗 七瓶 六瓶 七瓶 六瓶 因为我觉得度你们的价格 其实对你们的品牌最不合理的一件事情 收回来的钱可能变少之后 可能每年投入的科技的研发就会变少 所以我不愿意动价格 但是我觉得 赠品是一个可以让消费者觉得诚意的一个点 我我告诉你一下 五五瓶是我的底线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说六瓶 哈哈哈哈 我的底线是五瓶 老板我想悄悄话 哈哈 啊 啊 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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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那就六个吧 哈哈哈 谢谢你我跟你说 360眼霜你说什么我就怎么卖 哈哈我不再压了 我感觉我们要为彼此留一点 就是下次见面的机会 哈哈哈 来吧360 360 眼霜老板我想要说一个比较就是痛苦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品牌要直面的事情 因为360眼霜其实在618加构的时候 它其实是我们加构数量倒数的 十个链接里面的其中一个 我们会没有再问原因问消费者为什么你们没有加构360眼霜 嗯 你以为赠品有点太乱 没有价值感 嗯 ok 就是简单 每秒 那这一回是 拿出你的一堆 买正 对吧 纵正 然后 一只 两只 三只 四只 你还要不要加 要 五只 六只 哈哈 哈哈 还有一只汪汪 哈哈 哈哈 假的 他们家这么夸张吗 这个片我不想扯我们就直接讲 啊 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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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个就是两个 哎呦 什么呀 他要这里再加 哎呦 他已经买一送一只两只三只了呀 ok 你给人家明年 可以 是不是很诚心 谢谢你 你现在回家重点工夫就是给我开盘货 哈哈哈 好吗 再见我们来开始 抄签字吧 老板 一起一起 三二一 一 废洛家 所有女生长老板成功 今天的老板说老板让我们来分享一下 废洛家的三大王炸产品 十全大补面膜 水光瓶和360眼霜 我们的十全大补面膜不仅有其量修复保湿等等各种功效 真正能做到了一款面膜是可以做到面面俱到的 那我们这款360眼霜其实是针对眼周的暗沉都能够起到很好的改善作用 这两款产品其实都是废洛家的当家花旦 但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推出了废洛家的这款王牌产品 这个水光瓶是最能够代表废洛家品牌精神的产品 一天1.5毫升非常密集的高能充电 能够帮助你肌肤迅速的换量 甚至能够改善一些肌肤的松弛 能够解决你的肝纹和细纹 大家知道菲洛家一直在致力于研究不同阶段女性的衰老问题 我们是一个法国专业实验室品牌 那菲洛家可以让大家做到面膜自由 水光自由 拒绝百万事护肤 最期待的品牌修丽可来了 每个品牌你都最期待的品牌 对修丽可真的非常非常期待了 老板好 欢迎 十个人来 对 欢迎 刚老板非常用力的掐了一下手 感觉那个用力 就是感觉今天要来 就把我的价格压上去 做 老板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所有女生大家好 所以今天是什么样的契机 让你选择了所有女生2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其实佳琪在去年的所有女生的 选择节目上面说过一句话 然后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这个所有女生的选择 其实是所有女生在前 然后选择在后 是 通过佳琪的这档节目 我们真的是可以把这个最有诚意的 这个选择 然后带给所有女生 我觉得非常非常期待 等一下修丽可可以给出什么样的一个惊喜 那我们一起进入所有女生的选择2 修丽可的选择 谈判环节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修丽可的三大王牌爆品 分别有 我们的正牌之宝 爆卖十年的色修精华 这款产品背后是历经了超过七年时间的一个研发 一个直脆精华 通过了无数次的配方的调试 第二个想跟大家安利的产品 是我们今年的年度黑马抗老的产品 我们的AGE面霜 第三款产品就是我们修丽可的 我们的CE经典抗氧瓶 综合你的自由机 好的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所有女生的 OFRA OLEA集团的第三个品牌 也是我非常期待的品牌 实力品牌修丽可来了 欢迎大家 欢迎老后三位老板 谢谢佳琪 然后今天我希望我们有一起可以完成的三个小目标 三个小目标 对 第一个 你知道一个小目标等于多少钱 所以三个小目标就是 对 我觉得很好 对 不难 有信心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做一个 的单品 嗯 第三个目标是可以 跟佳琪一起 让更多的女生可以用上修丽可 认识修丽可 认识修丽可 对 老板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小目标我刚刚说到了 我觉得比较容易 我觉得我也有信心 第二个小目标我觉得 一定要做到 第三个小目标关于认知这个点 是我今年在小个堂里面最好做的事情 就是我希望 不是说一贯的去买东西或者大促只去认知 价格这件事情 对 因为其实每个品牌对我它存在的意义跟 它核心的一些就技术的壁垒的东西 修丽可这个品牌最具代表性就是技术壁垒 其实很多人都可以做 比如说抗养都可以做 都可以抄袭和模仿 修虎都可以做 抄袭和模仿 但是修丽可就是修丽可 因为它是跟所有品牌不一样的 有欧雷亚集团背书 有这么多的科研老师以及研发团队 以及文献论文 然后各种报道 就证明它真的是很有实力 所以我觉得我也想在所有女生的offer 跟大家来说一点 美妆行业要健康发展 美妆行业要蓬勃发展 然后女生们可以用到好产品 就不要一味地去对比 这个成分跟这个成分是类似的 所以它是她的品牌这件事情 她的技术就是不一样的 她的提纯方式就是不一样的 她的原料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她就是修丽可 谢谢佳琪 这个高度上的我都下不来了 我觉得老板应该就是要给我一个 哇哦 哇哦 OK 直接答应的offer吧 那我们来看我们今天带来的诚意 好的 好 第一个面霜 AGE AGE的offer和加持合作是从今年628开始的 然后我们当时的备货大概是一万四千只秒空 然后我们现在是拿了628同样的一个offer 整体的备货可以给到我们组的一个量 然后给到的是一个八十块钱的一个优惠券 加上十二只的四妞的小羊 这样算下来是同款二妞又捡钱 offer的一个力度在 就是这个价格其实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合理的大牌的面霜的价格了 我们如何让这个价格让别的面霜就是有被憋住的感觉 所以我认为 就是这个价格的当时的价格 就是看这个市场和中间遇货相比 有很多价格的 所以我们每号家给你 我们是早前价格的 最好好的地方 是一边一方摇货 一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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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可以保证你好吗 好 加两个 好 我们一起把这个市场站一站 把这瓶产品拿到市面上给大家看一看有多好用 好那我们就 那我们就 成交 成交 来下一个日夜抗氧套装 这个力度也很炸 也是同步了628的一个 alpha送了紫米15mm 发光瓶15mm 然后CERB本身的一个15mm 还有一个色修秘密的一个症状 觉得一个到手架 我们想给一个新的方案 就其实今年所有的票都换了一个策略 就让他们的赠品变得比较的统一性 我觉得就是色修喷雾可以变成15mm的色修精华 然后把发光瓶和紫米精华直接变成同款的CE 朱莉可对我的感觉就是她是根据我个人的皮肤 皮肤的问题来做调节的 去做专门的精华 我买日夜抗氧我不一定需要抗老 我也不一定需要去美白 但是我一定需要就是日夜抗氧 佳琪真的是太了解女生了 还有一个小小点 就是去年双十一 我们流汇圈是给到300元的 今年双十一我们是250元流汇圈 所以这个价差其实有一点点 对 如果大醋跟大醋对比的话是出现问题的 会不会容易有舆情说或者是小小的舆论说 修理可的日夜抗氧涨价了 因为我们是昨日的进口的原料 其实成本都在上 我觉得我们也不要说完全回到去年的价格 我觉得你们可能会有压力 券回到去年就好了好吗 就是券减300元 我们变成2744 所以券跟去年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今天多送了一瓶一十五牛的色修 来佳琪我们这样子日夜抗氧的我们就 敲定 敲定 242700色 谢谢你 现在色修整体的一个折扣去到了一个 的一个力度 佳琪看面前的这只色修十五牛的这一个小 中央 我昨天背着老板去我们的保税舱里面去背回来 这支品应该是我敢说在做 所有人其实都没有看到过 老板也没见过 老板也没有见过 老板也没有见过 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见 对 然后我们这次双十也是送了四支十五牛的一个同款 我觉得 如果双支装可以给我做到 买两瓶送 五瓶一十五牛 可以我都可能卖得掉 太炸了这个活动 太炸了 这个我们的 就这样定了 我家其实这样子就是 马老板 该你出马了 左眼炸起来了 左眼狂炸 这个马老板也都没用 前面有提其实这只色修的时候 我们也是刚刚才进到中国 其实一次性的货 其实一共只有四十万只 本身是两屯货组的一个送法的话 其实全在十万只里面了 然后这一次我们是只有双瓶装 吗 这个点其实我们在六八十也上过 但是整体双支装的其实力度 相对会更大的一个情况下 它其实卖的并没有那么的爆 老板我觉得是单只装和双支装都要放出来 喜欢这个单品的女生会一定买双支装 如果在观望这个单品想要去入手 现在它适不适合自己的话 我觉得单只装的生意 我们为什么要丢给别人呢 然后如果说是单只装的话 我们就是送两只十五名 但可能就不减钱 不减钱的情况就是五百九十五 对吧 力度已经很大了 其实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减钱到 让大家看到诚意 送一只十五名再加四没有乘以四就行了 这个体感对于消费者来说 其实觉得他满一只也很划算 但是我好想冲两只 因为它都是一十五名 一十五名 一十五名的瓶子装的 这是三十一 买三十送三十一 不对 对对对三十四 不对 刚才说的是这样子 你说的是 但是刚刚已经放上来了老板 刚刚你拿出来的时候把我吓死了 我说哇塞 我刚刚已经放上来了 我刚刚说哇塞 这么大活的力度 我刚刚刚还是这样子 四个小米 要回报 四个小米 老板已经慌了 老板已经懵了 刚才是 刚才应该是几四个小米 可以吗 不要紧张 老板不要紧张 我真的是这几天都没有太睡得好 真的特别紧张 但是我觉得是说我们跟佳琪都有一个初衷 其实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个节目 然后能够让好的产品 让更多的女生看到认识到 包括是说能够让更多的女生可以用到 老板我是觉得就是我没有必要去让你给出一个多么炸的选择 因为我们还有明年的双十一 所以我觉得只要有一个选择是我比去年整体来说要有大的改变 然后又让消费者觉得有拿到一些福利 我们去年是一千零九十双瓶装 我们是否可以做到 你说 我害怕 你说 我害怕 你确定你要哪个数字吗 在这斟酌半天 是否可以做到一 因为 你一瓶跟两瓶的毫升数的差价没有办法做到太明显 直观一点的数字 就会觉得一加就超过了 对 那这个最直观的数字呢 就是一千块 刚刚好 一千 买两瓶送四瓶一十五再送一瓶四 我觉得这个大家全部都会重两瓶 你的客态就会变得非常高 这个有一点点 是没有办法 那我们是否可以做到一零五零 要退一步吗 真的 这也是我们的底线了 对 我觉得一零五零就真的非常漂亮 这个价格 我们来算一算 好的 希望有一个好消息 要不要马姐那个眨下眼睛 这个真的是马姐都没用了 马姐又没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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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于是把券 变成一百四又会券 我们就一零五零两支 然后拿走那个四瓶 因为这是我们给到佳琪的最诚意的价格 拿走了 因为拿走的话 一瓶里面就有 那就别人会觉得观感特别不好 两瓶里面应该一定会有 这一定是我们的 你老板们都会非常开心的 历史折扣了 今年你帮修里可第一个链接完成了单链接以 你会生子加薪的吗 你也 不会的 老板这两年把市场份额占住了 把新客拉到了 你后面的生意就不愁了 喝口水 这样吧 佳琪 你让我们带着 然后回去 申请 再算一下 没问题 我觉得可以留在我们当天节目播出的晚上 我们来看 到底可以给出什么样的惊喜 来吧 敲吧 三二一 成功 好 好 这边三二一 好的 修理着所有女生的合法成功 好期待理夫权 从高三开始 然后用到现在 一直家里都有的东西 而且我觉得这几年他们家真的是很给力 对 就很直观 我非常非常 好 欢迎 老熟人 老熟人 好久不见 老师好 你好 那两位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李福权的品牌总监 Inki 大家好 我手续观众中心 老板 我的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今年会想要参加所有女生的 其实我们每一年都非常想来 哈哈哈 因为我刚刚都说到 我说我跟李福权的怨怨其实蛮深的 这个品牌是我从高中开始用的品牌 用到了现在 而且我的化妆台上 以及我每次出差的那个包包里面 都会必带李福权 急救很重要 我们那个鼻鼓霜用于急救 你们有发现老师的皮肤超好 对 好到就是真的我现在看上去是没有任何瑕疵 就是见通程度很好 感觉连那个毛孔都看不到那种 所以李福权可以让他们的皮肤 真的是维持着一个很健康的状态 然后我其实跟老师的跃跃也比较深 应该我那个时候还是小小小小小 是是小主播的时候 我应该跟老师有一次在研发中心直播过一次 2017年的9月份一次对的 对吧 所以老师你觉得那个时候的我跟现在的 我有什么区别吗 完全没有变我觉得 你觉得你有变好看一点吧 有好看一点点 对 有好看一点点 对 准备好了 那我们就要开始进入所有女生 Over 2的理肤拳谈判环节 来吧 大家好 我是张中兴来到欧拉雅集团 或者ACD中国的手机器卷 今天老板让我介绍三个产品 我们的迷信产品 第一个是B5霜 整个产品它的服务的对象就是皮肤受损的人群 各种应急的需求 那么这个成分有这么多的数据 我们就不能浪费 所以把它的成分进行微调 生产出来一个面膜 这就是B5面膜 那么这个产品可以用于各种皮肤的修复的需求 另外讲一下 这个面膜的生产工艺非常需要一提 因为我们经过了高压蒸汽灭菌121度 两个小时的时间去蒸它 经过蒸以后面膜就有呼吸感 更关键的是面膜不需要防腐剂 也没有细菌 大家可以放心地使用 第三个产品 今天我带来的核心的新产品 有没有用了我们最新的科技 有没有用400的一个防晒 我们知道这个长毛组 可以穿着表皮的正面层 引起皮肤的老化 而这个产品可以防晒抗光老化 非常地好用 另外就是肤感 它不会黏腻 非常地轻毛 非常地轻透 好的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欧莱亚集团的第二个品牌 也是我们的超级老朋友 是 没错 大家非常期望 期待它在每一年大肃的时候露出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好的惊喜福利 再次欢迎我们的李富全 欢迎大家 欢迎老板们 在我身边这位是我们的Sara 所以老板们今天带来了几个SKU 我们今天带来了三个明星单品 明星单品 每个都是重磅的明星单品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准备的内容吧 好 我们第一个讲的是 今天的重磅防晒新品 我很惊讶你们会放第一个产品是防晒 其实你知不知道在整个欧莱亚集团的 防晒第一长子是谁 李富全 30%的这个可到肌肤的紫外线 是380到400波段 是 今天它可以做到 防晒的核心为了防晒老化 是 老化的元凶是长波紫外线 320到400纳米很长一段 但越往后面走的这个波长越长的光 它越有波性 所以要防护长长波紫外线 而我们可以阻挡380到400纳米 这一个波段 你有没有觉得老师的嘴巴 真的是已经是肌肉记忆的 这次这款产品当中我们全新添加的是全集团景佑 且第一次用在李富全新产品当中的麦色绿四败防晒的科技 那我们如何让它从这么多市面上的防晒上脱颖而出呢 所以offer 是 offer 是 我们希望的这个定价其实是159元一只 两只 230元的价格 今年双十一你们的货量大概有多少 我们准备了 我觉得站在就是中立的角度上去看 消费者第一次也是在去年和前年的时候 是在我们直播间买过大哥大防晒的 他的价格是189两只 如果上新品之后直接变成了230两只 他的中间差价其实到了59块钱 其实这个价格可能对于消费者来说 不是那么的好理解 麦色绿400这么好的一个技术 欧俄整个集团里面只有李富全可以用 这个点讲清楚是对于这个品牌和这个产品 最大的一个意义 女生会觉得说这个面膜和这个单品是完全 没任何品类可以去比的 所以我们是否可以在直播间首发的时候 或者是上新的时候我们去通过内容去导向 让大家先关注在我们的产品本身 你说太对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offer已经非常可以 那如果今天是628刚结束 我来跟你谈所有女士的offer 和谈这些新品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在价格上的差异变小 之后再去讲内容 大家可能会更偏向于内容端 如果价格段差异过大 他们的关注度可能着重在于 李富全涨价了 并没有会把专注度重点放在 李富全有一个新科技了 虽然他们有这个名字 但是其实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全新的一个产品 真的我想看着你的眼睛说 十年的研究 二十五项专利 六十五篇论文 真的值得 其实也不太贵的这个价格了 因为其实很多人看到产品 第一眼就是它的外观 然后才是买回来之后 才能体验到它的内实力 所以我们如果在外观上 没有区分很明显的情况下 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涨价了 而且它又好像没有变 它只是加了一些什么成分 可能会有一些些的小风险 我觉得是否可以在今年双十一首发大速的时候 我们让更多女生可以用到 然后这个价格也就只付双十一有 我们这一次就直接告诉大家四零零 卖色率 但是我们只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了十块钱 一九九两只 我觉得应该是完全没有个问题的 这样子吧 我觉得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比二三零第一五块钱 二百二十五两只 二百二十五两只 我想要加齐授权给我讲这只产品 当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长期的合作 因为中国的消费者值得拿到过 更好的防晒的产品 我觉得这只防晒霜 是我觉得很认可它的内容物 以及它整个集团实力的一只防晒霜 我觉得这个产品我们可以先放 我们都有彼此的一个价位段的考量 所以到时候我可以让同事们在私底下 我们再去碰这支品 对对对 我们要稍微的周全考虑它 到底放在什么时候 播出是对它最好的效果 明白 好吗 那我们先看B5霜 好特别 这次的双十一我们带来的还是 在大促日才会有的一百一十八元双枝装 你们的价格可以参加今天吗 拼其他产品 三百千五十你们参加今天 那这个价格又比一百一十八又要再便宜了 我们参加今天 我们参加今天 参加今天 那你们这个今年价格会非常的夸张 所以参加了今天之后 其实到手的会比这个时期的更 要再低 层一来了今天 我觉得这个价格我非常非常可以接受 但是我觉得 因为这个产品在我们直播间已经是第五个大错了 没错 而且我们每次都是这样同样的规格 或者同样的价格 价格一样 规格一样 会不会大家有点容易皮 就觉得好像没有改变礼服权 没有惊喜 那佳琪你觉得你想要 因为你们家有大织妆 我们是否有可以做不同规格的SKU 比如说有一个SKU是两支 40加40 可以给一些新粉丝 在观望这个品牌的女生们有一个比较好入手的一个条件 第二个SKU就是40加100 一个是放在家里面做面膜的 一个是放在办公室 有一些不舒服就可以涂一涂或者带出门的东西 我们是否可以做到 100M加40M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我们 就如果可以至少上三个链接的话 那我们可以接受 谢谢你 是的 没想到你们集团你们最难 来吧我们的B5面膜 好 B5面膜 我觉得这个老师不用讲了 老板我觉得很简单 因为你们真的是一个有好的技术以及好的成分的一款 好功效面膜 我们这次送 我价格不动 因为价格对你们来说太难了 就多加 让大家有个体感说 李肤全在加码了 就OK了 我可以给到额外面膜 27片B5和XX特安 我可以 我可以 好 成交 谢谢老板 谢谢佳琪 好 来吧 我们盖所有女生的选择张 B5面膜 成功 B5面霜 成功 李肤全所有女生的选择成功 往私立脉 把它卖空调 把它卖空调 有点上头吧 就这样吧 谢谢你 我出门可能会嚎啕大哭 我觉得回去的话 创始人会把我们请去喝茶的 哈哈哈哈 杀人 对 讲右 断 我们三个怕了 我觉得你们应该很累 就是你们在为了生意和为了市场 你们应该会付出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